今次去深圳福田區下沙 在下沙站C出後出 然後一直向前走 今次目的地是博金國際中心4樓老城一窩 來到的時候是中午12點 人流很少 這個商場主要是做食、美容、健身 這間店是北京火鍋品牌 主打用銅鍋散羊肉 我來這裡的目的是吃豬肉包、羊肉包 和爆漿麻醬紅糖餅 不過來到已經下架 無得捨 唯有那吃其他招牌菜 本來想點個銅鍋散羊肉 但後來我們選了草原羊蠍子鍋 羊蠍子鍋即是燜羊隻骨 最適合抖骨和吃骨鞭肉的人 把骨一折折撕開 然後抖乾淨它 最後再搓一條羊隻水出來吃 忍不住點了一碟羊肉散一散 現在這一塊叫內蒙古土包肉 即是羊土包羊肉 很少在香港見到有這東西 我也是第一次吃 它的外形醬糊糊很吸引 已經燜軟了 味道清淡我覺得缺少了羊香味 沒想像中那麼好吃 老北京糖油餅好吃 台台都怎樣 就算攤冷了都一樣好吃 利燦加加起來吃了402個6人民幣 吃完飯後 我們在商場另一個門口出 一出就是深圳安華工業區 第一次來夏沙周圍探索一下 原來附近的泰然456789路 是美食的保地 什麼類型的食肆都有 有貴有便宜 不過大部分都是火鍋 燒烤麻辣 我想都有過百間火鍋店 當中有不少是網紅店 十畝地這個商場 差不多全部都是火鍋店 這間潮香四海不是火鍋店 但是很受歡迎 下次過來吃這間 逛逛逛逛逛逛到去豐盛丁商業步行街 今天是星期日 B一層沒什麼商店開 沒東西看 這一層最受歡迎的店鋪 應該是喜茶 B二層比較熱鬧 這一層有很多食物 比較多店鋪賣煎餅 串串 這一間賣車輪餅的店鋪 很受歡迎 豐盛丁地區 是連接著東海繽紛天地 這個商場人流很少 沒什麼看 不過如果太嚴 蜜路蜜路那百多間火鍋店 不適合的話 這裡還有幾間讓你選擇 臨走的時候我們走回封勝丁吃和花魚 和花魚是食湖北菜的 招牌菜是蓮藕排骨湯 熱乾麵 三鮮豆皮 叫了2個套餐已經包了5個食店的推薦菜式 加起來也只是61.8人民幣 蛋酒即是蛋花酒養小丸子 是糖水瓶也挺好吃 不過小丸子不夠Q彈 這個拇指生煎包雖細細粒 但是每一粒都濕滿豬肉餡 三鮮豆皮發豆皮是綠豆粉加雞蛋煎出來 下面是糯米飯、冬菇、筍筍和腩肉 這個好吃 看回也想再吃多次 這碗是熱乾麵 是素食 我們先把麵和麻醬拌勻 然後加上菜脯、酸豆角一起放入口 這樣才是最好吃 滿腩的 你看到這碗 你也不懂得吃 我的食欲 感谢您的观看